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糖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那我们现在继续我们的主题就是神奇的通用性接口 那么在上一个小回合当中,说明的通用性接口呢 就是一个包含未来的这一个改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设计 也就是重要的一个决策 因此呢,这就是一个架构师经常透过这一个通用性接口的设计 来表现出这一个目前决策的未来性 因为它的确能够包容不同的买主 不同的这个需求 以及同一个买主在不同时间需求的变化 OK,那这一个通用性的接口就像一个杯子 那么一个客户呢,他现在要喝果汁 等一下要喝的是牛奶之后呢,要喝的是可乐 因此呢,我们现在身为一个架构师 最主要的一个最具有未来性的动作 就是准备一个通用性的杯子给这个客户 而不是去一直去环绕 到底这个客户呢,到底是要可乐呢 还是要果汁啊,等等的 各式各不一样的杯子 那就会伤脑筋了 OK,所以呢,我们这现在就来进入我们的主题 我们在上个小回合当中比较重视在这一个EIT的I这一边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如何设计出这一个对开端的通用性的接口 其实呢,它也是跟EIT息息相关的 我们可以先设计出这个接口 通用性的接口I就可以再来衍生出这一个开端的通用性的接口的设计咯 OK,所以重点还是在这一个EIT的I上边 所以上一节呢,针对server端的I接口的设计 接下来就针对开端咯,来做设计咯 好,那我们现在就一步一步的来让你了解 怎么去思考这个通用性接口的设计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出来 假设我们有三个团队 就是我们上一个小回合的收银过的 我现在是一家公司 但是我在帮这个电信产业呢 做这个服务 那么我每个省份都有它的client跟server 比如说这个第一个省份呢 就是client1对server1 那么第二个省份呢 client2对server2 第三个省份是client3对server3 OK,那么每一个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特殊的接口 这里是特殊性的接口 这里是特殊性的接口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 各自订各自的一个特殊性的接口 那么请问我在这一个公司 那么如何呢 去掌握 去规范 这么不断的成长的一个特殊性的接口呢 那么又如何去做有效的掌控呢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总是会把它看成 这是特殊性的需求 那我们应该弄一个杯子来把它装起来 来把它装起来 所以呢 我们就想要设计一个通用性的杯子 来把这些把它统一起来 统一起来的意思不是让i1,i2,i3变成是一样 而是呢 用一个通用性的接口把它包起来 把它容纳他们之间的改变 是这个样子 因此呢 我们就来针对其中的一个来看 今天client1是透过这一个特殊性的接口 来跟这个server1做沟通 那我们现在呢 为了把它提供 这一个通用性的接口 这个时候呢 就想到在这个位置呢 放一个eit 放一个eit 放一个eit的造型 放下去这个造型之后呢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这只有一个e 一个i 一个t 一个t 那就变成这样的一个造型 那这造型已经 让你可以发现了 这是一个通用性的接口 这是一个特殊性的接口 我们保留的原来的特殊性的接口 那这个从通用性的接口呢 原来t的角色就是把通用性的接口转变成特殊性的接口 这就是t的角色咯 OK 那这一边就变成通用性的e跟i咯 通用性的e跟i咯 OK 所以加上了eit之后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通用性接口跟特殊性的接口 在这里是并存的 是并存的 那么也可以看得出来 原来t的意义就是转变接口 转变接口 好了 那我们再来看看 这是第一个团队 在clive跟server中间摆的一个eit 但是第二个团队该怎么办呢 第二个团队也没关系嘛 把它加到这个里头就可以了嘛 所以呢 第二个团队呢 也是加一个t 然后呢 透过这一个 从这个clive2调用e再调用i 这是通用性的接口 所以可以配t1 也可以配t2 没问题 通用性接口 那么这边是特殊性接口 特殊性接口 所以它只能t2对server2 t1对server1 这是特殊性的接口 那么这是通用性的接口 所以大家都tokota ok 那这样子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啦 逐渐的发现 它就是杯子 然后这就是客人的需求 那客人口渴啦 喝水 对不对 那么客人在吃披萨就配可乐 配可乐 所以呢 这就客人的需求会不断的改变 我们这个t就不断的跟它band 但是这个杯子是不变的 叫做通用性的接口设计 然后这个时候已经有两组client server的结构了 共用一组的EMI 有没有 这个两组client server 这个是共用的 EMI是共用的 t2呢 t1是不共用的 然后把这个接口呢 把它变成 有没有 把这个接口 把它变成这个 合并进来 把它合并进来 把这接口 把它合并进来 那就变成这样的结构了 这是I1 I2的部分 有没有 把它合并进来 那要不要合并进来 是随便你的 如果你觉得这两个要合并就合并 如果你要维持这边的定义 维持这边的定义 你就分离 这没关系 这只是一种给你看一下这个形式的变化而已 变化而已 接下来呢 再把这边并进来 有没有看出来 再把这个东西把它合并进来 刚刚在这里 是把这个部分合并进来 这把这个部分把它并进来 有没有 然后在这里是把这个东西并进来 并进来之后 这变成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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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这就是同用性接口了 这就是特殊性接口了 OK 那这是一个变化 其实这个图的意义跟这个图的意义是一样的 也跟这个图的意义是完全一样的 只是它的形式改变 这就是应用EIT造型的变形虫 变形的一个应用 那接着呢 就让这一个E来提供一个给肯爱用的I 给肯爱用的I 那这个I呢 它会有函数扣进来之后 透过这个I扣进来之后 会再扣这个I 扣这个I再扣出来 那我们我刚刚有在上一个小回合有说明了 这个CI跟这个I是不是一致呢 经常是不一致的 为什么 因为 这里可能可以写一些代码 这些代码会做一些处理 所以呢 可能把这边的参数改了 或者是这边一个函数 会对应到这边的两三个函数 都有可能 好 甚至呢 那在这里头呢 再写一个上次又讲到了上回合 一个看文狗 这是Watch Dog 可以来监控这里头的兴起的传递 所以它扣进来的时候 会扣到Watch Dog 然后再扣过来再往下扣 OK 所以这个CI跟这个I 常常是不一致的 常常是不一致的 基本上 你可以把CI 看成是I的N生 透过这里的转换 它从边扣进来 经过这边的 具象的函数 里头的代码 来做转换 再扣到这个I 然后再往下扣下来 OK 那这个 其中这个CI跟I 可以是一致的 可以的意思就是说 经常 可能是不一致的 可以经由I的转换 包括函数的个数 参数的个数 形态等等 都可以在I的这个代码里头 来做转换 来做转换 因此呢 这个结构呢 就可以无限制的增加 这个可以Cline 到Cline N 这边Server呢 可以到Server N 因此呢 各个省份的 这个特殊性的接口 能难保留 但是我们加了 通用性的接口 还有这个通用性的接口 让它变成一个 移植的结构 移植的结构 到Java的interface的关键字 这里直接对应到类的关键字 好 那这样就可以了 至于I 可以对应到抽象函数 好 那这些对应都是EIT 能够提供的 能够让你快速的 落实成代码 还记得再强调一下 无论是通用性的接口 看来是比较抽象 还有特殊性的接口 都是EIT 这边也是一个EIT 这边也是一个EIT 包括这里 所以呢 都是可以落实成代码 也就是说 无论你是通用性的接口 还是特殊性的接口 都可以透过EIT 的这个代码造型的对应 而快速的迅速的落实成代码 并没有通用性 这个特殊性之分 OK 那这样子 你就可以了解了 那至于怎么落实成代码 我们在下一个单元里头 我们几十记的案例 来让你看到原代码 OK 好 谢谢